先要帶大家來看黃仁勳 黃仁勳最近大家這樣子幫他算 大家都很喜歡拿黃仁勳的財產來比對什麼 比對什麼 那最近一個比對是他可以直接把 那家福布奇阿斗的英特爾全部買下來 你看他的身價超過英特爾 我們要有請陳彥帶我們來看 他買英特爾幹嘛啦 不要買英特爾啦 但是大家就是這樣比較 而且大家還有一個比較很有意思 因為他現在在富比斯的財富排行榜當中 他不是排在第一 他排在第十一 但是排第一跟排第二的 現在都是要看他臉色 因為Tesla的執行長馬斯克 跟那個第二名甲骨文創辦人的艾利森 都要拜託他 可不可以多賣我一點晶片對不對 其實市場現在在談這件事情 並不是真的是說黃仁勳要去買下英特爾 而是有一種味道告訴你說 兩個的趨勢有很大的轉變 英特爾是早期非常重要的是晶片拒搏 甚至當時台積電能夠上來 也是透過英特爾的指點 但是現今來看最新的AI的趨勢 像剛才勢中哥講的 已經把整個回答帶上來了 他的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言 那當然我們往下看就是說 現階段這個AI的趨勢 到底有沒有機會變成實際應用面 因為太多人在講 蓋了這麼多資料中心 如果你實際應用沒有跟上的話 那最後這些所謂的AI股都會泡沫化 會崩盤 但是我們從近期的資料的一個整合來看 實際上各個產業已經開始在做AI的一個應用 經濟效益可能高達20兆美元 包含在我們就講最近颱風好了 颱風價怎麼放的 以前我們只能聽這個氣象主播講 然後大家想辦法去等到當天對不對 現在不用 前一天AI就幫你路徑推延好了 AI很準耶 非常準 所以你看現在包括天氣預報 包括到現在這個鴻海的一個工廠 也是透過AI去幫他設計的 然後甚至醫療的部分 所以包括OpenAI現階段 也要拿到第一套DGXB200的平台 意味著未來我們高度仰賴AI的一個需求 是越來越高 好 我們就 所以我們往下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GXB200的供應鏈 從整個這個COAS到整個我們講組裝 一路到這個機台 然後到最後出貨 其實這當中台灣的供應鏈 一定是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 那當然這一次外資也整理了一些股票 當然這裡面我也幫各位做了一個 一個整理 這當中包含 這總共是九檔股票 九代長老 九代長老 那這九個當然符合我們對伺服器 未來成長的預期 其中一個我們針對今年跟明年 就他的獲利預估 去做了一個本益比的估算 也發現明年的預估本益比 都比今年來的更低 也代表明年的獲利是來 一定可以看到大幅度的成長 這當中當然 我們幫各位做了三個族群 我們往下看 那第一個族群當然就是 這個組裝代工的部分 那鴻海其實一直穩定的在推升當中 這裡面我們不管外資投信還是自營商 其實他們你會發現逢回他們就買 你會發現他們逢回就買 他們都一直在慢慢買對不對 只要有大跌他就大買 雖然偶有調節外資 可是你會發現他不是像一路調節這種 這是外資 對 那投信就是一路買 然後自營商其實買買賣賣 但是你會發現買多於賣 所以他就會把鴻海的股價 一路穩定的往上推 所以簡單來講 現在鴻海就是 GB200的精神領袖 所以鴻海不能崩 鴻海一定要一直穩定的場 他才能再帶動其他兩邊的 過去C位是廣達 現在廣達要退到旁邊了 所以現在四位是鴻海 但是我們看一下 先看一下廣達 因為大家非常的熟悉 實際上外資也好投信也好 其實也買盤也開始回來了 因為畢竟AI伺服器 他一直領先市場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又回來 但是因為畢竟如果以本益比的角度來看 他可能還稍微比鴻海高一些 所以市場現在好像在等 等鴻海上來了 大家就會去追廣達 好像有這種味道 但是現在看起來可以 那偽創呢 那另外偽創也是整理 因為他在100塊附近整理過後 最近我看三大法人 外資投信自營同步回來買 所以組裝代工的趨勢 應該是對的沒有錯 那另外一個呢 我們往下看 就是說再講這個 另外一個分類就是 這個散熱相關的 那實際上 酸紅我們也放在C位 我們也是放在C位 因為他是 他跟祺鴻兩個 其實這一波都穩定的上工 但如果 當然這兩個我們一起看 實際上投信也都在買 那很多人說 那到底要買齊還是要買雙 那我覺得其實兩個其實差不多 我覺得也不用刻意在這邊 一定要二選一 價錢差100塊 那技嘉的部分 因為除了我們講這個主板以外 他也切入了散熱這一塊了 那這一塊也開始 所以我們也看到 這個投信的部分的買盤 其實也是一直穩定的在加持當中 當然260 265這邊一直在整理 看有沒有機會突破 好最後最後一個環節 他基本上當然你說載板也好 機殼或整個 整個整個這個基地台 或是說整個伺服器的一個系統 其實這三個我們就講其他 那這當中 其實智邦一直以來表現都不錯 只是最近好像稍微有一點壓迴 但是你看投信的買盤 還是願意進持有 那另外圍影的部分 其實偽創圍影 你其實到時候可以一起看 其實這兩個其實可以一起看 那他也是最近外資投信開始進來 不過金像電的部分比較妙 我把它列出來 只是因為說當時我們在看的時候 他整個基本面的狀態是不錯 可是股價很奇怪 他反而一直在破底 所以像這個就沒有辦法 你連籌碼面都沒有支持 可能還是要避一下 那就目前來講最後一個結論 就組裝代工跟散熱 應該會是GB200 現在最看重的趨勢 沒有了 ф訪劈 應該會你看到 從快點 變得非常反省